We run for the dream,从白天到黑夜,我不需要停歇,We run We run for the dream,从白天到黑夜 We run for the dream,从白天到黑夜,我不需要停歇,We run 大家期待已久的奔跑吧,十一,今天终于在成都开始录制了 第一站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你的小可爱周深突然出现,是谁的快乐又回来了 每周相约的快乐谁懂啊 本季有沙爹还有周深的熟人范澄澄,期待他们在奔跑中的表现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飞呀飞,追呀追,迎着你的方向 飞呀飞,追呀追 我飞呀飞,追呀追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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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太难对焦了他 我看到这个热搜第一个反应是 我上一季有这么差吗 我可是跟咱们李小军老师 撕过名牌的人 我差吗 正常我差吗 我很差吗 如果他们说我差 你们不要批为我 不要管他 真的很多人看跑男 因为跑男认识我 像我在小区里面拍戏 大家喊我都不是喊的白露 不能听到楼顶大 白莫言 现在我的真名 我感觉已经快比白露 这个一名要活 不是嫌疑 急了他把水都喝完了 深深每次辩解 就只会三个字 我不是 另外 有你榜的新的榜单公布了 果然没有让大家失望 周深的新歌 林牙之旅首次拿下本周 有你榜的冠军可喜可贺 实至名归 关键是 这首歌曲也成为周深 第26首夺冠的歌曲 太厉害了 荣获本周 尤尼王五大维度之推荐度 Top1 星海城最新动画电影 林牙之旅 同名中文主题曲 周深的温柔歌声 充满了治愈和温暖 她的歌声总是那么动听 空灵而又有力 所以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 而且 林牙之旅获得了97.49的综合得分 这是2023年得分Top5的歌曲 还打破了 有你榜夺冠单曲最多的歌手 有你榜夺冠次数最多的歌手 两项新的记录 是一份非常耀眼的成绩单 为周深骄傲 为她点赞 这段时间只没有你触碰 双手轻轻欢喜 刚刚结束的微博之夜 周深成为大赢家 因为她一个人独揽了当晚的12条热搜 周深温暖绅士花絮小合集 从微博音乐盛典之夜 谭薇薇带着周深走亲戚 台上互相跳摊个 再到微博之夜 周深一直帮谭薇薇提裙摆 两人半蹲着去偷地雷 也有人说是去偷菜 简直笑不活了 两人既相互谦让相互绅士又搞笑 也难怪有粉丝说 谭薇薇和周深春晚别唱歌了去演小品吧 其实周深一直都非常绅士的 帮女生打散扇扇子当扶手 拍照帮挡防走光 怕摔倒后面伸手帮扶 礼让提东西 在她的眼里总是能看到别人能看到的 别人需要能照顾到别人感受和情绪 可爱绅士又自带笑点 周深的绅士行为不仅仅在舞台之上 节目之中 更多的是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里 当教养刻进骨子里 绅士行为也就已经成为了日常的习惯 而绝非刻意为之 周深总之以感恩之心抱之以权 抱之以恩 抱之以行 以及报答他人 在这权益高于一切的娱乐圈 在红和流量为主的情况下 能够认真平等且绅士的对待每一个人实属难得 有人问为什么粉上周深就会死心塌地呢 是问这样的人如何让人不死心塌地呢 我幻想今天是真的用 把手绑着 然后大家 你能摇替电影车的 不好看不好看 什么东西 你怎么就能想看呢 就是或者你会用声音震碎的 不可能的 你相信什么音语都能唱 不行 那我们就撕下一个认识 好 周深躲不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这个我们其实是打出来了 老师也可以用 就是大年初一的时候脑袋奔门夹 十五的时候脑袋被别人踩 所以又问我哪里痛 我都不是心痛脑袋痛 可是现在好像就是跟这些神错位有好奇妙的缘分 自己的内心OS是怎样 内心OS 这个是怎么被大家发现的 就是大家论文写完了吗 自己该做的工作做完了吗 那怎么 但是我又觉得很有趣 而且是一个很吉利的一个兆头 他们就说的是 好运当头和好彩头 对 临门 好运临门和好彩头 所以我觉得 大家多多发现这样的 吉利的东西 很开心 听完就心情就 噔噔噔噔噔往上蹭 而且说明大家就是 不放过周深老师表演的每一秒 哦对哦 那可以把我前面那个 说他们的话剪掉 算了一种 谢谢你们这么认真看我的表演 这样我会让自己就是 更加更加认真的去准备自己的每一个舞台 然后可以对得起你们对我的用心 耶